算是奪刀 還是戰哨 都是憲兵兩搖搖營的重要任務 永不遺防的天下敵營 上哨就是善仗才 因為我們每天的哨就是比別人多很多 我們的背後就是總統府 那這個是完全沒有犯錯的空間 所以在整個心理還有身體上的一個壓力 我覺得是比其他一局還要來得更大 兩搖營勤務站哨一次兩小時 按規定最多一天三班 共六小時俗稱站兩歇六 但近年來缺兵的確有基層私下反應 未哨勤務更吃重 除此之外 例行訓練舉拳柔道 奪刀奪槍等也得定時訓練 一些不好可能也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會這麼說也是因為最近有一名上兵自強 被質疑是否因為勤務太吃重導致 憲兵又要求比一般軍種高 相對待遇也沒特別突出 憲兵兼具司法警察的身份 近年來人力吃緊 我想精神跟體力的負擔跟壓力 都非常的繁重 當然也希望國防部跟相關的主計總處 考量相關的負荷在人力 以及勤務加起上 能夠給予適度的調整 對此宣指部表示 針對業務量過大等意測內容 全案已經進入司法調查階段 將權力配合檢方釐清噪音 你能夠當上憲兵 他是有一個自我要求甚高的一個 為何會走上這條路 沒人知道 但能知道的是 211營束手三軍統帥 壓力肯定不小 這句你們會專於台北撐不倒